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总工会1号是在太平洋公园北冰段 举办了111年幸福满花莲劳工见走的活动 包括了县长徐真伟、立委傅昆琦以及地方各界的人士 都请来参加一同漫步在海岸旁的林荫小路上 和劳工朋友们度过了一个元气满满的活力早晨 111年幸福满花莲劳工见走活动 4月1号一早则是在北冰公园热情登场 现在徐真伟、立委傅昆琦等贵宾清廷现场看待了一起来见走 随着音乐的响起,大家一起热情的运动并且来展开活动序幕 开开往下蹲蹲,开开蹲蹲,注意开开往上 嘿嘿 建议局众位指示表示,太平洋三地公园从县长福坤起人类开始建制 经历每一年的营养再到后续之后完成几些运动公园 明年将把顶棚的部分做好 现在太平洋南冰公园在做回南水湾流的计划 预计今年年底会完成 太平洋共农公园的部分将会展现太平洋海滨美丽的水岸以及清水公园 一年一度的总工会的我们的见走 这个真的是每一年都热热闹闹 尤其是每一年在换地方 之前都在台开 今天又换到了我们北冰 但是呢,也让大家看到我们海岸线有多么美丽 尤其是在北冰公园 我们的三地公园 从副坤起前县长开始爬建制 之后我们每一年 无论是除了管梁以外 我们也把我们的极限运动公园做好 其中文表示 花园每一天都在改变 每一天都在进步 因为大家给予花园新政府的支持 有议会 慈善三镇市首长 明代表以及村林长一起共同攜手 这次0918地震让玉里复离卓西整个洞起来 用最短的时间全面启动附近的工程 要感谢人相当的多 特别感谢慈济慈善基金会和台积电基金会 全力让目前为止500多户的防务 爽坏的香气能够得到最好的关火以及重建 无限的感恩让大家一起守护 花园这块土地 接着就终于花车被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